大家好 歡迎收看3Q新台灣 我是3Q 鄧博文 今天再次4點 現在再次4點呢 因為剛才我們山立和TVBS 做會連學舉辦的所以 台北指定的選機辯論會 由於其電視辯論會粗粗結束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開一個節目 叫做賽後檢討 各位 唯一一定的電視辯論會 120分鐘 塞後選人國有千秋 那目前 當時也會辦這個會 記者會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 裡面今天討論的內容和火花 我們待會節目來賓 都會做專業的分析 所以一定要留在我們這裡 大家好 首先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資深媒體人 鍾連晃 各位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王時期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黃子澤 主席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 各位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家 溫朗東 各位好 大家好 其實剛剛這個經過 可以說是萬眾矚目 大家期待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一開始辯論會這種東西 其實跟所謂的政見發表不一樣 這個公辦政見是你自己寫寫的就有啊 所以就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不要去講 所以有一些在議員或者是立委的部分 大概都會辦這樣子的所謂政見發表 但政見發表是你自己在上面講15分鐘 30分鐘 就你講你的 也沒有人家愛看看不看就算 但辯論會我們認為 縣市首長有一個辯論的過程 可以互相比較針對現任的缺失 挑戰者的熱情跟決心 以及對未來的政見論述 所以呢 到底在這一場辯論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的節目一定會非常詳細的跟大家討論 問題是第一階段聲論的時候 蔣萬安又打防疫體 打出七個疑問 那陳時中也回擊說 同樣的問題都已經問過了 也都回過了 讓人不禁覺得 奇怪 到底台北現任市長會不會是陳時中呢 我們先看一段剛剛的精彩回放 為什麼3加11的關鍵會議沒有會議記錄 為什麼疫苗採購合約要封存30年 為什麼民間要採購國際疫苗採購過程頻頻受阻 為什麼在你任內放任黑心快篩流入市面 由一家小吃店去標得衛福部16億的快篩標案 為什麼高端疫苗的第二期臨床試驗 委託一個中資公司來參與 最後 為什麼在疫情最高峰的時候 你雙雙持續指揮官和衛福部長的職務投身選舉 面對這些質疑 陳中先生都只是用 我已離開衛福部來搪篩 即使今天陳中先生在辯論會上向全國人民道歉 也無法挽回在疫情當中 許多人受到的困難以及傷害 也無法還給人民追求已久的真相 因為我們要的很簡單 就是一個答案 剛剛聽了長安委員的深論 其實我只有一句話 這些問題不是都問過了嗎 你又來了 一直在問這些問題 裝睡的人叫不行 我聽了委員 我真的是感慨很多 同樣的問題 同樣回答過了 如果你要當市長 一個問題 問一次 還沒辦法了解 問兩次 你應該明白 問了三次 其實就有一點多餘了 三十多年 有一句話叫裝睡的人叫不行 我想在政壇上第一個用這句話 用到大家都知道的人叫 蔡英文總統 今天陳時中呢 他也在辯論會上就講了這一次 講了這句 他說裝睡的人叫不行 意思是 蔣萬安在所謂政論 政見深論的階段 你要知道 辯論會大概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深論 就是你自己講自己的 第二部分叫交叉結論 我們待會有溫朗東辯論社的大學長 然後還有第三部分 這個就是結論 但是他在政見深論的時候 蔣萬安就炮火 這個非常猛烈 那也是針對疫苗跟所謂高端的事情 然後甚至呢 這個黃珊珊他也有意見 黃珊珊說什麼 你在辯論會之前 把這個高端的爭議炸彈拆掉 這件事情值得他炮火全開 什麼意思你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故意在辯論會之前 把高端的價格揭露 可是這不是你們一直長期要的 所以在台北市長選舉打高端這個議題 黃珊怎麼看 我今天真的蠻難過的 因為我昨天要跟人家打賭雞排 沒有人要跟我賭 我昨天要賭的內容 我說蔣萬安今天一定會講高端疫苗 這個我也會跟 沒有人要跟我賭 連葉原資都不跟我賭 連葉原資都覺得蔣萬安一定會講 我覺得蠻失望的 就是說 陳生回答很好 他說這個同樣問題 答案我已經講好幾遍了 你就裝不懂 說實在 跟這種人你也不曉得 怎麼去跟他溝通 有些事情監察院都調查過了 相關資料也都給你了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要選的是台北市長 在第一階段的聲論裡面 其實很可惜 第一階段 蔣萬安有講一點點政見 包括像什麼生育補助這些 這個他有講 黃珊珊是完全沒有講政見 他第一階段八分鐘完全沒有講政見 照理說黃珊珊是有最多政績可以講的人 因為他當了三年的副市長 他第一階段唯一提到的政績叫做台北的捷運 乾淨安全捷運跟101大樓 黃珊珊哈囉 這兩樣沒有一樣跟柯文哲有關 柯文哲八年市長任內沒有通一條捷運 101大樓根本跟柯文哲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好意思講 你是在變相否定柯文哲八年來都沒有幹事情嗎 要不然你怎麼會講不出一項是柯文哲的政績呢 那講話果然不如外界所料 就是不斷的在講疫苗講高端 我們現在選的是台北市長 不是防疫指揮官 也不是衛福部長 你去講這個已經講了整整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了 說實在的該有的邊際效應應該 你講完想得到的應該也都得到了 你現在在打這個議題其實就選舉論選舉來講 你已經得不到任何邊際效應 就是原本會被你誤導 然後在乎這個問題會把票支持你的人 現在都已經表態了 你再去打這個我就不曉得他是因為 會嫌八分鐘時間太長怕講不完拿來填補一些時間嗎 那黃山問那個問題我覺得更有趣喔 我覺得高端真的很可憐耶 動輒得救耶 之前你們一直要求說高端要公佈採購價格 好高端公司說那衛福部因為合約保密我不能公佈 一致認定高端疫苗對於中重症跟預防死亡有相當的 他的保護力甚至整體來講比莫德納還稍微好一點點 大概只輸BNT 這樣子也說不行 說沒有會議紀錄 然後王必勝不是講會議紀錄會上網嗎 那你現在又要求要公佈專家的名單 請問疫苗委員會的名單什麼時候公佈過 過去國民黨執政不公佈 民進黨執政不公佈 他從來沒有公佈過 那你這時候又要求 也就是說今天不管怎麼做你們都有話可以講 真的喔 我要告訴我 如果說這樣子繼續下去的話 對台北市民其實是蠻大的損失 我覺得今天應該很多台北市民守在電視機前面 想聽一下 三位主要的候選人 他們的政見 他們對於未來台北市的願景規劃是什麼 那蔣萬安給我的感覺是 一直講疫苗跟矽谷律師這兩件事情 對於陳時中問他大巨蛋的問題 蔣萬安整整花了兩分鐘的時間在逃避 不是兩分鐘在回答 是兩分鐘在逃避 這個我有看的 問疫苗 問大巨蛋回疫苗 問少子化回大巨蛋 最讓我失望的是三立呂慧民提問的那一題 你是否贊成被統一 這一題就是 博威如果我們來回答一定是反對嘛 就很簡單兩個字嘛對不對 黃沙漢跟蔣萬安喔 開三分鐘 一直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但是就是不敢回答 贊成或反對 只敢講什麼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生活方 那叫廢話 很簡單的表態就是贊成還是反對 就這麼簡單 這兩個人完全不敢回答 所以你從這一場辯論 其實辯論喔 這種縣市首長等級辯論 他不是比賽口才 或是辯論的技巧 或是演講的技巧 他展現了什麼 候選人的高度格局 還有理想跟願景 而你今天從我這幾個標準來看的話 我覺得蔣萬安跟黃沙漢的表現 令人非常的失望 當然喔 你知道辯論會有分三個部分嘛 這個是前面叫政見發表 那中間是交叉結論 最後還有一個結論 中間還有一個來賓提問 你可以看得到三個人 我們先不講內容 他們準備的方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整個 不管是組織團體 或是黨派的個性 黃珊珊她試圖就是遵守遊戲規則 問什麼打什麼 那總之就是一個非常經過編排的 你可以看得出她的節奏 她是非常精細的計算 陳時中感覺得出來就是 她是想要動之以請 告訴大家這兩年 其實政府真的做很多事 我們應該要接受 這是一個不完美的社會 有的時候真的盡力了 然後生死這個真的 沒有誰是願意的 那講話呢 就是超脫遊戲規則 相信只要你問我什麼 我都不回答 或是我轉個地方回答 還是會有票 所以三個人的準備方向 我覺得蠻特別的 十七姐怎麼看 我覺得整體而言 就是陳時中的確有把高度 跟那個氣度給拉出來 特別是在他的結論的方面 他結論其實是把自己縮到最小 台灣所有的人民 其實才是那個真正的主角 所以那個看起來的確 我覺得還蠻感人的 那蔣萬安 蔣萬安很好玩 蔣萬安好像比較老派 就是說他的表現方式很像我們小時候參加演講比賽 在第二段的第三句你要比出手勢 然後你在最後的時候要這個 哪一句話要加重語氣 就是他其實很乖 他是一個很乖的學生 也因此那個講稿怎麼寫 他就怎麼唸 然後他的應變能力稍嫌不足 譬如說在第一次這個提問的時候 人家問大巨蛋的問題的時候 他我一直以為重播 坦白講我就覺得好奇怪 他為什麼把第一階段的這個聲論拿出來重新講 然後他疫苗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我是矽谷的律師 我是矽谷的律師 就是以為你在重播 然後都不太有針對那個問題回答 然後他比較多的是口號式的很漂亮的標語 譬如說 我要這個讓台北市的經濟能夠活絡 經濟活絡了我們就可以讓年輕人找到工作等等的 就是這種東西很漂亮的標題 可是標題下面的那些血肉 卻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方向 我覺得那是比較欠缺比較可惜的 黃山我覺得就是說他東怪西怪啦 就是說他明明就是台北市執政 施政成績二十二名的一個團隊 可是他卻把它推給 中央都不合作 然後要不然他還罵這個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給我三預算 但無論如何啦 你就是二十二名嘛 就是你東推西推 可是你卻沒有表現出一個 你是一個執政者 你的擔當你的責任感都沒有 你把這些里長啦 議員啊通通拉下來說 台北市的市政成績絕對不容抹面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里長跟議員一起努力 對 議員跟里長都很努力 可是就是因為市政府不努力 所以我們第二十二名 說這件事情有什麼好爭論的呢 然後所以有點怪天怪地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三個候選人 如果要評分的話 我會覺得陳時中今天倒是表現得滿不錯的 他有一些過去的那種指揮官很穩重的 很溫暖的那種性格 重新被看見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價值是重要的 就台北人到底要一個東怪西怪 東罵西罵 或者是一個被搞的 或者是一個有同理心 比較能夠溫暖的 然後把自己縮到最小 把市民放到最大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階的候選人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今天的節目很特別喔 我們先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整個辯論會下來大家觀感 那待會呢 針對交叉結問以及來賓提問的部分 我們也會有一些詳細的討論 那接下來要請教蘇培 你昨天好像有跟總部一起稍微聊一下是不是 我們是之前啦 就是說針對於這個辯論的部分 因為一定會有一些市政體 那我這個近八年來在台北市 監督柯文哲跟監督黃珊珊 其實有掌握了某一些的資料 所以在整個辯論會的時候 我們在初期的準備資料的時候 其實我有 蠻厲害的 你監督台北市政府 監督到有一個立法委員不見了 對這是我的成績 謝謝大家 對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這個辯論 其實不脫我們之前的預估啦 就是說 藍營跟這個民眾黨黃珊珊 其實就是抓著疫苗打 抓著疫情打 但我們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市長要選是春天幾天的選議 好不容易等來一場辯論 所有的台北市民 期待了這個 總算要脫離柯文哲 這八年二搞台北市的這個執政之後 到底這三個孝順人 要帶給台北市是什麼 我們居然完全沒有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聲論的時候 除了陳時中 有針對於台北市政的部分 努力的去回答之外 其他蔣萬安在後面 口情全部都是口號 他對於台北市的願景 提出一二三四五六七 全部都是口號 但對於實質內容 台北市到底欠缺什麼 這個蔣萬安當了之後 能夠帶給台北市什麼東西 讓台北市能夠脫離調查位 這件事情 最年輕的蔣萬安 除了矽谷律師之外 提不出任何的願景 而黃珊珊 你是調查位的副市長 你應該要藉由這一次的辯論 告訴大家說 我雖然是調查位的副市長 但我如何脫離調查位 變成一個能夠往前衝的市長 你也沒有啊 你也是繼續追著陳時中講說 陳時中疫情怎麼啦 對台北市怎麼啦 他今天聲論剛開始的時候 他感謝所有的防疫團隊 說台北的防疫能夠做得好 都是因為台北市的防疫團隊的關係 黃珊珊你不要忘記 我們同島一命 如果台北市防疫做得好 如果沒有中央幫忙 台北市有辦法嗎 台北市可以變成台北國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整個 在今天的整個辯論走下來 比較讓人家遺憾的是說 一個號稱自己最有經驗 最能夠帶領台北市的黃珊珊 一樣執著在疫情 要打擊陳時中 但你打敗了陳時中指揮官的角色之後 然後呢 台北市如何從你這個調查位的副市長 能夠更好 完全不知道 而蔣萬安 你被國民黨期待了這麼久 台北市是國民黨的大本營 你如何帶給台北市未來 我們也沒聽到 好 我們畫面先看一下這個 黃珊珊她的會後記者會 那今天的辯論 大家剛剛都看到了 過程當然很平順 但是我也很遺憾 有一些實問虛假的問題 比如說 剛剛看到的是 我問的 有關台北市電力的配置 電力配置這一題 是台北市的現在進行事 從中央到地方 我們很痛苦的 面對到所謂的限電危機 跳電 限電 每天都在發生 但是整個台北的用電配置 是有關台北將來經濟發展 很重要的一環 可是這個關鍵 目前為止 兩位候選人都沒有具體的回答 而且針對台北市的現在的企業 要去申請用電 還要簽一個生死狀 我覺得他們都還搞不清楚狀況 另外有關整體 整體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 我沒有提出防疫的問題 但是我也發現 陳松先生不斷的一直主動的說明 顯然 他要說的 不是應該針對我們 而是要向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說 我想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還是把我們該說的話說清楚 重點在於 剛剛看到也謝謝他們 肯定了台北市這八年來的政績 有很多內容 其實都是我們已經在做的 而且針對台北市 已經進行的社會住宅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重大建設 以及接下去的居住正義也好 這個都是八年前 柯文哲市長入主台北市的時候開始做 包括社會住宅是台北市先蓋 中央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接下去我想很多的問題 等一下媒體也會有 但我還是強調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 他們在說台北市 哪一些東西 他們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怎麼加碼 而且不斷的稱讚 現在已經做好的事 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已經在做的 所以不用其他人來接續 既然已經有這麼好的基礎 就讓黃珊珊直接來接任 不是更好 我還是要跟大家宣布 明天我們會有一個 騎腳踏車的行程 如果今天各位 在電視機前或者是直播前的朋友 如果你認同珊珊今天的表現 如果你支持黃珊珊 指責有擔任過辯論社的 沒有 沒有沒有 但是文傳會應該也是跟這個文宣傳播等等相關 是當然 而且你剛剛從現場回來 告訴我們一下現場你的感受 坦白講這個跟看球賽一樣 在家裡看跟到現場看 那個感受完全不一樣 那坦白講 因為今天是封閉式的嘛 所以當然只有各陣營一些代表進去 那我先分享一個啦 因為大家沒有在現場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有個小差距 就是台灣維新 因為他大概是抗議說沒有受邀參加這個辯論 那事實上他不是只有在外面抗議 現場開昂已經開昂了 突然有一位這個人 看起來是年輕人 台灣維新是蘇患治陣營是不是 對 就是蘇患治他們他的這個政黨 就已經上台去 衝向陳時中 因為三個 陳時中站中間嘛 就衝向陳時中那個講台 然後搶了他的麥克風 那大概就講了幾句什麼 台灣維新 我坦白講 他走上去的時候 索爾人包含現場的工作人員 都以為他是 這個可能是T台或三立 就是現場工作人員 大家就嚇傻了 然後大概經過了三到五秒 大家才意會說他不是 他已經開始講話了 然後陳時中當然 因為他最近 陳時中也嚇呆了 然後趕快才有工作人員 一擁而上 趕快把他拉 大概有五六個人去拉他下來 然後他漏網畫面 對那是漏網畫面 然後他又不甘心你知道 他陳時中的麥克風 把那個套子都拉掉了 然後他也不甘心 他拉了那個旁邊 那個黃珊珊的那個麥克風 大概被五花大綁 沒有綁啦 就架著才出去 那我要講啦 就是說這個 事實上這兩個電視台 一開始就有說了 這礙於 礙於一些條件的限制 只能邀請民調前三個去參加 那未來我們還有政見發表會 其實十二個候選人都可以到 這是我要覺得說可以抗議 可是呢你用這樣 我認為是不理性 這有點鬧場了啦 那還好馬上處理掉這個 那針對三個市長 三個市長候選人 他們的整個院會過程 三個人我分別講啦 蔣萬安的部分 我認為是穩健順暢 充分準備 那陳時中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有點看稿沉悶 仇困疫情 那黃三三的部分呢 我認為她是中間感性 但是呢市政死穴 那待會我還可以再細講 市政什麼 市政死穴 因為她 她是這個什麼 她是副市長剛下來 所以很多剛好我們講的 市政成績的包袱 我坦白講幾乎啊 她在現場是 我認為她有點毫無照假之力 我剛剛聽她說她覺得她做得很好 然後很有光榮感 其他的候選人都在細數 幫她細數她的政績 可是我看 遠見天下等等的招 沒有我坦白講 這一部分她會很困難 就如同大家說的 就是說你如果從客觀 不管是媒體或各機構 評價這幾年台北市政的發展 或者說對柯文哲市政的滿意度 都是調查賣嘛 就這一點你沒有辦法提出 強而有力的這個反駁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部分 她是非常吃虧的 只要談到市政 我會覺得說 你即便她去問別人 比如說她問別人說 那個少子化問題 少子化在台北市很嚴重啊 這也會打到自己 所以我覺得她會這一部分 是比較困難的啦 那陳時中我覺得 我只講一個 一開始我有點這個訝異啦 就是她看稿的那個 我真是技術層面啦 她看稿時間太多了 這個會讓人家覺得你沒有自信 那當然黃珊珊大概就一半一半 那萬安這個 我覺得我也同意啦 其實她從小就是演講比賽冠軍 我覺得她在演講上的技巧 萬安啦萬安 據我了解她好像從念書的時候就是演講比賽冠軍 是因為老師不敢分數打太低吧 好啦你要酸可以啦 老師我沒有酸啦 老師窮生也是 你覺得她演講是很振奮的嗎 我覺得很順暢啊 我覺得很穩健啦 該講講 當然啦 就是說大家 我說綠營的朋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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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贏隊沒有關係 要挑缺點 當然雞蛋裡總是跳出骨頭啦 但是我認為沒有外界 因為大家之前對萬安的設定是說 有沒有可能譬如說之前在那個立法院質詢台 被跟蘇貞昌這樣一來一往 這樣吃虧了 公子哥或者是比較自嫩的 比較嫩的 可是今天坦白講我覺得表現平穩啦 沒有沒有顯示出他這個這個大家這個外界懷疑的那些缺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他的表現我覺得OK 那大家可以各自評價嗎 OK 我們謝謝指責從現場帶來的最新消息 不過他剛剛講的什麼黃珊珊市政死穴啦 然後這個陳時中是什麼 做困 做困 疫情 做困疫情 這個聽起來不像是內容的表現 比較像是國民黨的策略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陳時中 去質疑柯文哲的時候 他相信柯文哲 他說啊你改變陳真八年 然後要怎麼打破藍綠的高牆 結果八年過去自己又築起了一道牆 他到底在現場是怎麼說的 我們看一段畫面 八年前當我全心全意為柯文哲市場 成立後援會站台拉票 我跟很多市民一樣 相信柯文哲相信改變陳真 他說要推倒藍綠的高牆 不過八年過去了 他卻築起了另外一道牆 台北市民成了他向上爬的一工具 他把握所有的機會 成就他自己 累積他自己的聲量 即使在疫情期間 他依然顧我 全世界沒有一個市長 在疫情期間每天炮打中央 只有柯文哲 如果你厭倦了政治鬥爭 如果你厭倦了無形市政的市長 如果你厭倦了台北市民 永遠只是市長往上爬的工具 請你給陳時中一個機會 如果你覺得大巨蛋在停工期間 自己成長很奇怪 如果你厭倦了說一套做一套 如果你對市長市政滿意度 永遠在末誕班感到氣憤 請你給陳時中一個機會 陳時中他其實大概是有一種 我八年前幫你組一屆後援會 還是亞裔後援會 結果你又搞了另外一個高牆 那你可以聽得到 黃珊珊一直也是在批評這個 藍綠藍綠 就好像他自己很白 可是他的顏色好像其實比其他很多 不過我們先看一段現場的畫面 應該是應該是陳時中的記者會 我們看一下他會後記者會 你要倒數 這個專業喔 果然是聽過了別科會的性命的專業 好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謝謝大家出席我們今天 2022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之後的 會後記者會 那麼我們陳時中陣營 我是陳時中競選總部的發言人林楚英 那麼今天呢 我們會後記者會 就由我們的候選人陳時中 以及我們競選總部的主任委員 也就是陳建仁副總統 以及我們的總幹事 那麼吳思耀委員 以及負責這一次我們的整體的政策 以及這一次在辯論當中 算是整個協助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們政策小組的召集人 管兵林委員 來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那麼開始之前呢 我先請這個全程呢 可以說是在從2點到4點都在場內 聆聽我們的候選人陳時中 辯論的我們主任委員 陳前副總統 來先為我們這一次的記者會開場 那先來說幾句話 好 時中部長 還有我們的總幹事 跟管媽 還有主持人 還有在座的媒體女士先生 今天這一場辯論會呢 我們發現 時中呢 在整個辯論會廠商 能夠很好的來說明他所有的這些證件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他是一位有心為台北市 還有為台北市民來服務的一個很好的市長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的表現是很棒 而且是超乎我們預期的好 那第二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感想 我想高端疫苗實際上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了所有的這些成效以後 再加上這個價格也公布以後 他已經是在世界上很好的一個疫苗 還繼續被當成政治口水 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還是不太理解 我覺得這樣對 所有的科學家的講求的這些科學證據 是有一點違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給高端疫苗一個肯定 還有希望我們不應該再把它當作是一個政治口水來處理 謝謝大家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的候選人 陳時中部長來為我們 針對今天的辯論後之後 那麼請您來做發言 我剛才講那麼久就不用我講了 整條都我在講 不過確實今天謝謝媒體大家都辛苦了 大家都忙了一個下午 那在比賽前我們當然都是有高度的一個緊張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政務官 我們不是這種從辯論隊出來的 那只能對我們的政策做相關的一個說明 那這次我還是非常感謝我的團隊 給我幫很多的忙 教我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自己在臨場表現我也力求穩定 希望能夠把想講的事情把它講清楚 那我覺得在這裡我還是要感謝我的團隊 給我最大的一個幫忙 不管是我們從那個周葉雄 楚音 管媽 那吳思瑤 那有幾位的發言人在這裡 他們都不斷的提醒我 那我犯的錯誤就是比較少 那我也盡力的聽大家的話 努力去做到 我算是一個乖學生 應該算是好學生 好學生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我們現在 是不是就進行媒體提問 因為我想這個 大家今天也都在辯論會上兩個小時 那麼已經聽了許多的這個 三組的候選人的辯論的交鋒 來 首先 文明就是剛剛的整個結果下來 就是大部分可能網友 對你的評價都還蠻高 那你自己認為你自己的評價 給自己打幾分 那另外就是因為T1台有轉播嘛 那剛剛轉播的時候 就即使有人在投票 你都是數一數二的 這部分請文明回應一下 這一次的辯論會 我和我的團隊 我們都盡力的 做最好的準備 我們也把握 只有的時間 做充分的功課 所以我想至於評價 我們當然是交給市民來評斷 因為市民的評價 才是我們真正關心 才是重要的 委員想要跟您提問一下 因為網友覺得 社宅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 不過似乎好像沒有回答到 那您有沒有需要補充 因為大家認為這個 社宅的議題 是很多台北市民所關心的 社會住宅 其實我剛在辯論會上面 其實也談到 就是說 未來當然是繼續興建 這是既定的政策 但是其實社會住宅的數量 絕對不是解決 年輕人居住問題的萬鈴丹 柯文哲市長上任 也喊出要蓋5萬戶 蔡英文總統 也喊出要20萬戶 其實開空投支票很容易 但如何落實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想未來 除了社會住宅 也不只是 不只是社會住宅 我們需要有更多元的政策 多管齊下 而且注重在財務平衡 以及提高整個行政效率 來真正讓年輕人 願意居住在台北 願意留下來 那想要再請教委員一下 就是說今天有很多的辯論的回答 或者是問題 台灣在憲政上面的一大進步 我們在民主前進上面 不要落後其他的國家 那把相關青年的權利 讓他們越多青年人參與政治 我們的政治就會越來越好 部長好 東森想提問 第一個想問您說 在辯論前你受訪的時候 都希望這場辯論是以市政 然後政策為主 那這有符合你的預期嗎 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 就是您在交叉結問的時候 特別問到一題政治題 就是有關於棄保的議題 那問這個問題的考量點是什麼 當然這題當然希望能夠 集中在相關的市政的議題 大概做辯論 那總是要討論到疫情的問題 我也不排斥 但是不要用謾罵的型態來做 很多事情是可以透過公開的辯論跟討論 那至於棄保的那一題 基本上是在藍白之間有傳出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透過這個能夠讓 不管是黃先生也好 或者就是蔣萬也好 都要把立場講清楚來 我是希望他能夠把立場講清楚 當然我是反對 這樣子所謂的一個棄保 因為這是選人 我們是選賢與能 不是在做交換政治 這種交換政治太多 其實對台灣的民主是一種傷害 我想請教TPBS的提問 想要問一下 就是您剛剛在這個辯論上 有被蔣萬提到這個問到這個少子化辦公室的部分 那就被指說這個拿了7億 但是卻只開過一次會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況 另外要再請教一下 剛剛蔣萬也有提到說這個 你綠共一家親 那你會認為說被抹紅嗎 綠共一家親 其實說真的 我今天對蔣萬委員是有一些失望 因為他這個7億 坦白講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他是要影射海角7億 還是要影射什麼樣7億 不過這種指控 都是嚴厲的 要有證據 我們在衛福部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在行政院 有一個小子化的對策辦公室 那當然屬於行政院 在我們這邊 那時候我請林作元 我們前陣部長小柯醫師 對於這種少子化他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請他在一個任務編主 的一個在部裡面所成立的 那綜合我們在部裡面 相關跟於 不管是從運產到育額 這整體的有關的 都把它找過來 然後集結起來 然後把相關的意見都整理好 把報告做好之後 那這個任務編主就結束了 所以不會有花到7億這樣的錢 那至於講 綠共 我想這 他大概 就是 我也不要去貼人家的標籤 既然 不喜歡讓人家貼標籤的人 就不要常常出來貼標籤 否則會反思到他自己 部長想請教一下 因為講官他在辯論前受訪的時候 特別提到說他現在臉書發超商事件 就是蔡文豪事件 還說你們看到影片就跳腳 說是在怕什麼 會不會覺得他好像刻意在怪罪你 把這件事情怪到你身上 不管在什麼時候 消費社會悲傷的事情 是一種情緒的勒索 對於社會的正向的發展 是沒有幫助的 每一件事情大家想辦法 心理的衛生的維護 社會的一個健康的維護 人人有責 那尤其以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如果連這樣的一個責任的意志都沒有 坦白講 不太好了 不太好 謝謝大家 我想問一下 那個副長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繼續討論 台北市長辯論 民進黨後選林丹市長 他也問說 你們有一個中小空 那以前也選過台北市的市長 說要拿新政換台北 現在也要跟黃珊珊這個講法 還有一些意見 我們來看他的新聞 新竹換台北 要國民黨支持民眾黨 新竹市長的候選人高鴻安 換取民眾黨支持蔣萬安 我們都知道 趙阿康是蔣萬安最大的一個側翼 也是蔣萬安最重要的一個智囊 這種犧牲同黨 要來換別人的政治利益 那蔣萬安你認為 這樣是你選情告急 才會這樣搓降的一個下策嗎 我也要請教黃珊安副市長 你對柯文森市長 有信心嗎 他常常變來變去 他會不會在關鍵的時刻 切割你 氣保你 而去跟國民黨合作交換 不過我還是要聲明 我相信柯市長是不會這樣做 心中一直有藍綠的人 才會一直糾結在顏色當中 嘴巴上一直在討論氣保的人 心中才是真正在想的氣保 其實政策只要吵的 我們當然會繼續把它做得更好 這一場政治文化的改變 已經八年了 台北市政府是彩色的 台北市政府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台北市議會也有七個政黨 台北市早已經超越藍綠 我將來當市長 我會秉持這樣的信念 繼續組建聯合政府 廣納人才 我自己聽不太懂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趙少康說 要新竹換台北 然後這普遍人家說是白藍的合作 或者是建議 然後黃珊珊跟蔣萬安都說 這是藍綠 這個是心中有氣保才會操作氣保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聽到綠 我也沒有看到陳時中有要人家氣保 為什麼這樣子也可以扯到 我其實不太知道黃珊珊跟蔣萬安在講 你票投給蔣萬安 你就等於票投給趙少康跟他背後的整個團隊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蔣萬安他如果要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他就說趙少康組織什麼 講什麼跟我沒有關係 是我當台北市長 至於他要去主張什麼藍白合不合那個跟我無關 就結束了 但蔣萬安是完全不敢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凸顯了 事實上他是一個傀儡的一個角色 這個是蔣萬安一個致命的缺陷 那至於黃珊珊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他其實很容易講 他說柯文哲做不好的事情 我現在都在忍啊 但是反正給我來做之後我去把他改善 他也可以說柯文哲做得很好 所以認同柯文哲投給我 他有兩種選項 結果他兩個都沒辦法正面講 為什麼 從黃珊珊一進場一開始講話之後 我就覺得情勢不妙啊 黃珊珊看起來一副如上考皮 不要這樣子講 這個裝法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有影響到他 但是你看他整個記者會上面 就在會後記者會 也是沒有精神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是精神的問題 不是 如果他是生理上面的狀況 他也應該跟大家講說 今天狀況不好 但是會讓人覺得 是不是因為柯文哲 早上都在基隆 心都不在台北 聯想到他 以及這個氣寶 這個傳聞 是不是在他們內部已經發酵了 導致是說黃珊珊整個氣勢全無 因為原本很多 台北市的青年族群 對黃珊珊支持都是有的 在這場辯論之後的話 黃珊珊塑造了一個 他沒有戰力的形象 甚至連 像什麼朱學人啊 他們開直播嘛 他們底下的那些留言 也就是說黃珊珊 沒有蔣萬安好 也就是在藍白 和的一個狀況底下 確實黃珊珊在辯論上的表現 沒有達到大家的預期的氣勢 因為我們專業的辯論 看來是論點的交鋒 那可是整個社會看辯論 看了受選的形象 黃珊珊的形象 在這場當中展現出了 他沒有戰鬥力的一個形象 他沒有魄力 那蔣萬安的形象是什麼呢 蔣萬安他看起來 大家就說他演講的技術不錯 這事實 其實他前面八分鐘 一開始升任的時候 頭五分鐘是表現得還蠻好 蠻平穩的 都在講一些願景 基隆和左安右安 要發展經濟什麼的 可是到後面三分鐘 又開始在打防疫之後 又回到他原本的那種 惡毒的這個蔣萬安 跟藍營的技法 這時候陳志忠一上來之後 馬上就講 你這個都是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不要一次一次又講 裝睡的人叫不行 之後蔣萬安整個氣勢都熏掉 然後到後面 發生很多奇怪的一個狀況 例如說黃珊珊問到限電的問題 他是指著蔣萬安說 你是立委 你怎麼樣去監督台電 去幫台北的這個電力的時候 蔣萬安應該要去講出具體的 他怎麼樣在限電這件事情講 結果他說 我們這個電動公車 要去裝這個防充電裝 還什麼什麼 電動公車是一個耗電的措施 然後你現在講一個怎麼樣去結論的措施 兩個本身是矛盾的 蔣萬安聽到一個電字 他腦中就說 既然講電 弄講電動公車好了 這擺明是腦袋有問題嘛 所以網友都說他矽谷空安啊 為什麼 因為就覺得很奇怪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確定一下 你講的是那個空安是台北還是新竹 因為我不確定 矽谷啦 因為蔣萬安的關鍵詞 這整場辯論的關鍵詞是矽谷 是矽谷 那他就說因為我是矽谷律師嘛 所以我是矽谷律師 我很多經驗在幹嘛 可以幫台北變好 大家就覺得奇怪 如果這一場商業講座 那商業講座你知道 那個費用都很高 你可能要付幾千塊去聽 一定要退費 蔣萬安完全都沒有講到說 他在矽谷過程當中 到底做了哪一些關鍵的一些輔佐 新創的事情啊 幫忙打了哪些官司啊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的空 在這場的辯論當中 就更展露無遺了 非常專業的分析 廣告之後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3Q新台灣 今天是台北市長 候選人的辯論會 那其中呢 我們看到蔣萬安 目前網友很多人留言說 他一直在強調自己是矽谷律師 那其實我自己心裡的感受 就是說當然矽谷是美國知名的一個高科技產業聚落 當然因為矽這個東西 他的各種特性可以讓他做包含機體電路跟電腦科技業 可是難道你不知道台灣就是個矽島 而且我們現在還被國際稱為有矽盾 有台積電 所以對我們有敵意的國家不敢動手 所以這個矽谷律師是會加分的嗎 所以3Q如果蔣萬安有你的智慧 他就不會一直強調他是矽谷律師 第一個就是能當你在美國能當律師 當然對你的人生來講是一個還不錯的成就 但是他不斷的強調就會讓我想到高宏安不斷的強調自己是匪陶匪是一樣的道理 就那是過去人生中一段的經歷 你要強調你是矽谷律師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把矽谷律師跟一個好的台北市長 中間有哪些特質不管是工作的特質 或是人格特質上或是在行政事務上的特質 把它做一個連結 我是不了解矽谷律師 但是對律師這個行業我是有基本的了解 就律師這個行業跟能不能做好一個台北市長 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相關 他並沒有必然 因為兩個行業性質其實差很多 那你又去講矽谷律師 問社會住宅他答矽谷律師 少子化他答矽谷律師 好像矽谷律師就是一條 我們過去在看到那個在台湾 這裡賣油那些人中有 一條吃下去 有便在北無便連身體這樣 就矽谷律師他是一個萬鈴丹你知道嗎 就社會住宅你也 今天很多網友在說矽谷是有社會住宅嗎 好像沒有耶 我印象中 因為能住矽谷的其實在美國的美西大概就是高收入的人 他基本上也不太對社會住宅可能需求沒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講話他今天感覺只是為了把時間填滿 就他有準備的部分他可以回答